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有一个公式 不过特别注意,公式里面 超函数里面可以使用 不过,如果今天我希望做格式化的部分 你可以用一个所谓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规则 你可以新增规则 不过在新增规则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件事 第一个,你先要把范围先选取起来 那范围怎么样选比较快 我习惯是有没有放A1 Ctrl Shift向右 先向右选 再向下选 这样整个就选起来 第一个先把整个范围选起来 Ctrl Shift是选取的 那Ctrl是方向 OK,然后呢,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可以新增规则 那我们会有两个规则 那两个规则里面 当然你可以,它会有好几种选项 比如说什么储存的值 可是我们不是一个储存的值 我们是需要用一个公式 所以特别注意 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它可以让我们用公式的方式来决定 那不过特别说公式 这边它不像说插入 这个函数可以自动让我们去选 然后我们必须要自己在这边打上去 那这个公式呢 等于什么呢 你必须给它一个我们刚刚讲过的weekday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上去 weekday 挖壶 那它又问你说 那哪个储存格 这边只有储存格的话 这个范围里面的左上角 我们当成是这个范围的基准 所以我们用A2来当 当成是参考的基准 也就是起始点 这个范围 因为它会一直帮你把整个范围 全部都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你给它一个起始点 基本上都是左上角这一个 如果等于什么呢 假设我今天是礼拜六的话 那我给它一个七 OK 条件 这个是一个条件 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的时候 它会每个帮你去检查 是不是等于七啊 如果四的话呢 格式 那格式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也许就是字型的话是深绿色好了 那填满的话呢 浅绿色好了 深绿跟浅绿 然后按个确定好了 你可以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前提是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才去格式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格式 那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会用Vic Day 然后A2是这个 它会自动帮我一直往下 把整个选取的范围 通通检查过一遍 按确定 不过这个先复制一下 确定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礼拜六 全部都不填颜色了 那还有礼拜天怎么办 一样再做一次行政规则 一样去使用公司来决定 然后把刚刚的公司 因为我刚刚有复制 所以把它贴上 改一下 改成1就可以了 格式的话呢 那当然填满干脆 底下是黄色 字型的话用红色好了 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类似像这样 OK好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礼拜六 礼拜天 全部格式化完成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想会比你慢慢在那边 格式化快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就会有一个管理规则 里面的话就有规则1 就会有一个管理规则1 7